本周四经济日历有众多新闻播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力派 了解一下外汇市场动态 我是麦克·德莫特 新西兰元日元9点钟左右大幅上涨 下午三点绿色部分显示为0.38% 为当天最大变动 尽管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发布 令人失望 新西兰元认为八个主要货币中最靠货币 紧随瑞朗期后的是两大商品货币 澳元和家元 服务业和采购经理人指数报告均下跌 但仍高出50水平线 欧元位居表格下半部分 今天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积极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低于30万 制造业PMI数据 费城联储调查和卸房销售均上涨 但美元走低 安全避风港日元与英镑水平相当 由于英国零售销售报告 汽车业均令人失望 英镑为八个主要货币中最悲观货币 再来看一下长期图表 美元日元有最大单周上涨 共上涨1.31% 而新西兰元美元有类似最大下跌 美元日元有最大月涨幅 积极区域显示为2.26% 新西兰元美元有最大下跌 红色部分显示为3.2% 以上内容为本周四的实力派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 本周最后一次报告 再见 拜拜